这些人如果走上街头来做抗争 说老实话我是相当的不舍 而且呢也相当的担心 动之以情说之以理 22号最后一场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在即 陈建仁判反年改团体要冷静 终结优惠存款制度 也就是要让18%走入历史 年金改革草案出炉 蔡英文政府第一刀会向军工叫人员 18%优存利率将才两年一起 逐年砍半条件六年后归零 而为了确保年资较低的公叫人员权益 订定楼地板25或32160元等再排版 而为了延长投保薪资 也采一年调一岁 延后秦岭年龄从60岁调高到65岁 让年金改革破产危机延长到133年 我们跟六大工商团体 还有十大工会在讨论这些案子的时候 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 再来做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然后使得劳保越来越健全 就派一次改革阵痛其太一场 年金改革循序渐进 同时调高保费提拨率 公叫劳方将调高为18% 公叫劳得调降所得替代率最低到60% 年金改革是一个爱跟和平的工作 是世世代代领得到 然后呢长长久久领到老 如果要这样 那现在再领退休金的就少领一点 年金改革定定十大目标 蔡政府要老人年轻人未来通通领得到 三十万十副节理匹山 SNG号组台北报道 未来通通领得到 这个未来是多久呢 特别是这一次年金改革 刚出炉的热乎乎的版本 到底改了什么 我简单地告诉各位 第一个改什么呢 18%就要走入历史了 可能在六年走入历史 第一个阶段两年 前两年第二阶段 先从18%降到9% 接着从9%降到6% 接着从6%降到3% 接着降到0% 第二个改什么呢 我们讲的保费 军工教劳都往上提高了 提高到未来呢 劳方可能保费要从 现在原本的9.5%到18.5% 公教呢 要从现在的12% 提高到18% 好 还有改革什么呢 就是所得替代率 所得替代率 过去不是我们经常在讲说 有些人所得替代率高达100% 也就是说退休之后 领的比工作的时候还多 不合理 所以所得替代率 要逐年往下调降 降到大概多少呢 降到60%的所得替代率 而我们的退休年龄 也要往后延 延到65岁退休 大致上是这样 当然还是有一些细节了 不过这一次的改革版本 出炉其实是有一点 让大家应该是说 没有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本来大家以为 国师会议开完之后 才会有比较明确的版本 甚至于国师会议的召开 也比之前预期的5月份 大幅度提早到今年的1月份 我想这里面可能要跟执行长 特别请教了 就是在几次的会议召开的过程里面 我们听到陆陆续续有一些 专家给我们的反应 比如说像退休金协会的老师们 他们就有跟我们透露一个情况 就是说当他们去见执行长的时候 就跟执行长讲说 其实退休金协会很愿意 提供一些专家来做一些试算 结果听说执行长就告诉他们说 不用 我们不用再试算 专家 我们不需要这个专家 那感觉他们会怀疑 就是说是不是 其实您已经心里 已经有一个版本 其实在开会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开会的过程 有助于今天版本的提出来吗 还是说事实上这些数字或者想法 事实上早就了然于胸 那我们开这个会 其实到底是要来帮这个方案背书 还是说大家来集资广义 想出一个新的方案 看起来好像没有想新的方案 而是来针对您心里面 既有的一个方案去做一些讨论 但是实际上事前也没告诉大家 那现在就马上端出来 20场会议 总共开20场 我可以澄清吗 不是 你开了20场会议 到底你接受了哪些人的意见 你有没有你的意见表拿出来 你列了一个表给我看 哪些人的军方提出来的意见是什么 劳方提出来的意见是什么 公教提出来的意见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个表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只看到你 啪就出来一个 请上网 我们都把 没有上网 我要现在听你说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告诉各位 你讲就好了 我说没什么事 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我就是